現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我們現在網路太發達了 就是在我們那年代可能 就是交易軟體是有這麼的事情的關係 其實有 只是大家會擔心 是不是雜訊 不是 其實是雜訊 有啊 會在交易軟體上 等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Diru Yeah 今天呢 非常的特別 有看到兩個新的朋友對不對 這兩個人呢 是我的實習生 他們是摩登大廣告的學生 喔天啊 大學生好嗨喔 我的天啊 我們要怎麼稱呼啊 天啊 我還沒有想到耶 你們要 可是我也沒有特別的 你每天都叫學弟學妹 我沒有 我第一個是學弟 Yeah 大家好 我是學弟 第二個是學妹 大家好 我是學妹 好 那我跟你們大家說 為什麼今天要拍這一部 00後跟90後的差別 其實我發現一件超級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 他們知道我的時候 是在他們 我的天 國小耶 是2003年出生的小孩嗎 我是02 她是03 0203 然後在我心中 年紀最好是我表妹 她是2000年整出生的 我比你表妹還小耶 對 那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時間過這麼久了 但是 對 這蠻 蠻特別的 所以今天呢 就要來感受一下 時代代工 到底有沒有 好 go go 你們認為能夠接受自己另一半的年齡差距是多少 我覺得像我的話 我自己 不會特別的有年齡限制 就是你說什麼 不要說到什麼 四五十歲 你知道嗎 對 四五十歲 我覺得那太誇張了 我覺得可能跟我正負十歲 就是 也不要到那麼小耶 不要到那麼小 就可能 四五十六歲可能高中生就OK 高中生OK 對 因為我覺得 最主要是就是 跟我的想法跟觀念 就是 蠻相同的就好 就我不會特別看年齡這樣子 可是 對 但是 18歲跟我們年齡也只有差 三歲 三歲而已啊 就也不會差 這個感覺就是 講的可能都是就是 朋友就是 可能他跟同學之間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往上 三十一歲 好 最高三十一歲嘛 欸 沒沒沒 這個三十一歲不代表 我真的有 跟一個三十一歲的交往過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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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三十一歲女生在想什麼 結婚 買房 買車耶 會不會沒有共通話題 蛤 可是我覺得 不會想那麼多 只要能開心爽就好 但我覺得 我是一個 阿姨阿姨 對 我是一個想法 比較 比較老的人 可能就是在存錢 或幹嘛幹嘛 就未來的人生規劃 所以我就不會特別的 不會認為說 跟三十歲的人相處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就是對 就還OK 好 換你了 就是我覺得 我會喜歡比我大的男生 就是大概是 二到三歲 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們之前有共同話題 但是我覺得 比我小的我可能 不會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我會覺得 就是他可能就是 小男生嘛 小朋友 就覺得跟年紀比較小的人相處 其實會蠻累的 就是你可能要一直去包容他 然後去來內耗自己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比較大的可能會比較 有穩定 然後比較就是想要靜下來 然後可能也沒有這麼愛玩 我以前在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大概覺得 嗯 這個上五歲下五歲 應該都可以接受 但我現在覺得說 不行 不可以超過兩歲 我覺得年紀比我小 我可能都不太能 不太能量起來 就覺得說 就是會不會很麻煩 我覺得現在應該是 下一歲 上三歲 我覺得會變得越來越狹窄 還是我個人問題 你個人問題 你個人問題 我一直都是 平費找不到喜歡的人 我可以去幼兒園挑一個這樣 創作的概念 從小培養 從小培養 對啊 培養從自己喜歡的樣子 很讚 是不是還不錯 有心動嗎 我跟我同年紀的朋友都會講 啊靈靈後的很會玩 我們玩不過他們 可是我覺得我還好 就我從來沒有去過夜店 我真的從來沒有去過夜店 可能自己的身邊朋友 就是有聽說他們蠻愛玩的 但像我自己個人 我是沒有到那麼愛玩這樣子 對啊 所以大學大三嘛對不對 對大三生大四 大三生大四 所以你現在交過幾個女朋友 說不敢說 說不出來太多了 呃 呃 目前交過四個 三年交過四個 對三年交過四個 這是林立後所謂的 還好吧 三年交過四個 我覺得超級多的耶 換你那那你呢你呢你呢 你應該也差不多吧 沒有 三個 這差小一點差不多吧 三年三個OK 大學的時候還沒交過男朋友 我大學也沒有交過男朋友 我大學也沒有交過男朋友 這跟真的有區別 這跟真的有區別 這個時候就要去問BBQ BBQ 你大學的時候交了幾個女朋友 V 哇 欸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然後你們這樣會說 你記得 你的觀眾在下面留言 發現是我們自己太弱的問題 哈哈哈哈 我自己的想法是 如果你 沒有很喜歡他 就不要跟他交往 那如果你跟他交往 就應該往一個 明確的目標走 就是你 不管有沒有機會結婚 但應該要往那個方向走 就是要認真談戀愛 我懂的是 就是好奇 那你們是怎麼樣 嗯 要老實說 不可以假裝 那你先講話 哈哈哈哈 就 我 有時候可能是 沒有很喜歡這個人 但是 也可能是誤打誤裝在一起的 但是 就是我也不想傷害他 哈哈哈哈 對我 我真的很抱歉 以前玩夠了 就是現在就 我們就回歸這個 你現在玩夠了 關鍵字 關鍵字 各位關鍵字 沒有就是 就是以前就已經經歷過 然後覺得現在就覺得 天啊 真正的海女是在這裡 沒有不是海女 其實還好 他這樣子是還好 還好 對對 就是已經不想要就是 談一下然後就分開 除非是真的就是想法不合 觀念不合 對 好啦 但我好像也不能 所以說 他比我還誇張 我沒有誇張 只是因為 我覺得我對於我的愛情觀是 因為我滿容易 就是 喜歡一個人 但 很快就 沒有到很喜歡這個人了 他的新鮮感 很容易有 也很容易沒有 我真的大學時期 你是不知道聽過他喜歡自己 因為我們兩個是大學同學 就是他有感覺 因為你對於 跑來跟我講說 欸你覺得這女生怎麼樣 我說這女生是上次那一個嗎 欸不是勒 怎麼又變一個 你不要抱我的黑料好不好 唉唷 話口白 沒有啦 沒有我就覺得就是很容易喜歡這個人 但很快就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我滿吃新鮮感的 然後 也有可能是因為 也或許這個女生他 到後面就是我就沒有到 真的很喜歡他 就是從一開始找的對象 我就 真的都沒有很喜歡他 所以我才會變得是 我一開始 因為這個新鮮感 然後跟 好奇心作祟 所以我就是會想要跟他在一起這樣子 真的滿素食愛情的耶 所以我們先挑那一題 素食愛情 OK 下一題 現在年輕人看待感情 跟過往看待感情的價值觀不一樣 那怎麼看待素食愛情的部分 是能接受素食愛情這個部分嗎 你們一定會想說我們不是素食愛情對不對 但我跟你說你們就是素食愛情 你說你們還我嗎 你們就是素食愛情的 不是就是愛情嗎 是有愛愛的部分嗎 還是只是純粹激情 有可能是激情 速度與激情 我自己覺得啦 聽起來判斷是 跟我就聽到其他人的講法 應該是 因為現在你們對象才好找 所以就是很容易 就遇到一些困難 放棄 反正 反正我很困難 就遇到下一個了 我們現在在一起 其實在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為我們現在網路太發達了 就是在你們那年代可能 就是交友軟體 是沒有這麼事情的關係 其實有 只是大家會擔心 是雜品 不對 有啊 有啊 會在講話 等一下 等一下 Tinder很早就出現了 蛤 Tinder很早就出現了 很早 我也不是在我們這個年代 我以為是我們這個年代 不是不是 Tinder我記得以前在 應該是探探吧 對吧就是以前都是探探 探探也是我們這個年代 真的還假的 真的還假的 欸可是我是高中才知道的 就是我 高中又探探 真的假的 對我們來說至少對我的想法是 就是交友軟體 我們會有幾個 刻板影響 詐騙很多 然後很危險 因為你看不到對方 對 第二個就是你不知道對方長什麼樣子 第三個是很高機率是 會用交友軟體 就是在入口 對在我們這一代 不是那麼多人會用交友軟體 就是頻率不高 所以你們都是會玩交友軟體的 就是之前有嗎 我也是之前 現在完全沒有了 因為我發現可能像我們這世代的人 就是想要認識交友圈的機會其實蠻大的 就是讓自己的交友圈變得很廣泛 就可能像玩交友軟體或者是 呃就是 可能去跟朋友聚會說或什麼 那多部分的人都還是會用交友軟體 所以有時候我們玩交友軟體的時候 可能配對到這個人 跟他聊天之後就會發現 欸你怎麼也認識呢 你知道就是會變得一個很 神奇的一個就是 其實在華來華去都是那幾個人 所以其實交友軟體 是大家都在用然後頻率很高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頻率很高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頻率很高 而且現在用交友軟體 大家不會覺得說什麼 就每個人其實自己都有話 哇 那我覺得是真的有差別 阿田咧 那你覺得你沒有在華交友軟體 然後下一個 現在年輕人都說曖昧史於IG 結束於Line 關於這個論點覺得如何 你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對你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聽起來就是IG看到妹妹 然後問他說你要不要在一起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 就是我們一開始認識的人 都會從IG認識 然後他就是可能會突然轉場 就是覺得說 那我們有沒有用Line聊天阿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現在 像我們這個世代的人 多部分都是會從 追蹤那個人的IG 然後去回復他的限動 因為以前的人可能都會說 安安可以認識你嗎 這樣子 對但是 像我們現在的這個世代 最後一個限動 可能是一個風景照 我們就會說 這蠻漂亮的 然後把這個話題延續下去 然後 他們就會就是 對我們引起那種好奇心 所以我們才會說就是 開始於IG 但是最後會忠於Line 因為 我發現現在蠻多人 就是一開始都是新鮮感 然後就是跟IG上聊天 然後最後換了Line之後 發現 那個聊天的頻率 好像就逐漸下降 或者是說可能真的 到交往 但最後就是分手於 就是在這個Line的部分 那我不知道你們那時候是訊息 就是你們那個年代的人 都是訊息分手 還是你們會就是 就是見面的時候 才就是說分手 我感覺應該大家都是 見面說分手吧 因為 沒有 甚至分手還不講電話 只要文字和訊息 好酷喔 這就是我們的 欸 我跟你講 我沒有 不是用 文字分手 我以為你要說我都有講電話分手 沒有 我沒有 我就覺得分手了 但是我也跟你已經無話可說了 為什麼我們還要講電話 那你們如果想死纏爛爛打 要打小作文嗎 我不會 用文字啊 可是也不是說 隨便講分手 一定就是因為會有某個原因 或某個氣息 就是會想要有這個情報 對啊 這年三個 這年四個 我才是三個的 都好沒有說服力喔 超級沒說服力的耶 超級沒說服力的耶 我覺得就是分手 應該見面好好說 就是 可是這樣子不會到很尷尬 對啊 好尷尬 沒有辦法 說不定見面之後 就會發現 其實這些事情都可以好好說 好好解決 因為感覺你們吵架都是 你們吵架是不是都在訊息 賴吵架 我會偏向於 講電話 因為 因為信息的文字太冰冷了 就是沒辦法感受到 文字是沒有溫度的 文字真的是沒有溫度的 從36度的嘴吐出 對 零下的 喔 我覺得講電話有好一點 但實際上我覺得見面更好 是 你看到對方 其實就不會更關係 你可以安撫他 然後呢 好好跟他說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說床上耍窗外喝嗎 也會 但是這樣至少就是 就是你會讓大家 對方知道你沒有那個敵意 就是你只是想要表達你的觀點 然後看能不能繼續下去 這樣才能像組長久吧 用來分手 就是我們 那一代的觀念 老了 所以這就是素食愛情的原因嗎 對就是素食愛情的原因嗎 對就是素食愛情的原因嗎 就是帥了就帥了 沒有就帥了 很瀟灑 也沒有不好啦 對 時代上的一個差距 那我們下一題下一題 怎樣維持一段長跑戀愛 會用什麼方法 先問一問題 你們說的長跑戀愛是多久 一年嗎 一年很短 一年很短嗎 一年很短嗎 不要 我說愛情桃是一年耶 不是我嗎 不是我 所以 通常跟你交往都大概交往多久 先講最久的 最 最 最短的就好 我們公開最短就好 最短是短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一禮拜忘記了 那你覺得就是 多久算 長跑戀愛嗎 最戀愛長跑了 應該五年以上才算長跑 五年啦 沒有五年都不算長跑 我覺得一年就很長了耶 沒有一年就算 一年都要看到這個人耶 一年應該算短 就每天都看到是不是 也不是 也不至於到每天 但是你一個月一定會有半個月的時間 會一定會看到這個人啊 好 所以所以你們 印象中要怎麼去維持 你的愛情長跑 我覺得重心是一個很大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今天的重心 不是在另外一半身上的話 就是可能是你自己的工作啊 你的學業啊 或者是你自己個人 對就是你重心 不是說你全部都放在原身上 因為像我們以前 可能談戀愛就是重心 就是哇一頭摘 就是直接摘在人身上 但是你發現自己好像 會因為他而自己去內套很多事情 對然後就會造成你們之間的 一些小爭吵小吵架 然後後面就是發現說 就是自己好像不能這樣 就是應該要 挪一點時間 給自己來提升自己 畢竟只有自己的能力 不會離開自己 我也是到後面 就是才這樣子覺得 對 啊我是覺得 為什麼感覺我自己 講這個很 很沒有最福利的感覺 沒有是你的想法啊 欸你們都沒有啊 是你的想法啊 其實我 我是一個 喜歡有自己個人空間的人 我自己會覺得說 如果可能每天都一直很常見面的話 其實對我來說 很快就會 沒有那個 如果要維持這個感覺的話 我通常我會就是 想辦法讓這種感情 然後有一些 新鮮感的存在 就可能 有時候 會製造一些小驚喜啊 或者是製造一些浪漫感 本來健康戀愛應該就要是 就是每個人有自己獨立的空間 然後自己過好自己的生活 然後兩人在一起的時候 都是開心的 這樣才很長久 對對對 因為其實會分開就是 你們已經有不開心的狀況了 對 然後我覺得可能就是 可能也不是說00年或90年 年輕人談戀愛就是 容易就是受到多巴胺 會有什麼影響 你們就會很容易一頭摘 然後因為你們也就是學生嘛 所以不需要都為工作啊 為生計煩惱 所以就很容易就是 就是人生只有你一半 這樣真的就是容易出事情 所以確實是要有自己的 失業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朋友圈 是最好的 我覺得我結論得很棒耶 蠻好的 太好了 那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看大家有沒有想要看 什麼其他主題 我自己覺得非常的有趣 那我們就散散見啦 掰掰 掰掰 這是最大的差別 就是愛人可能是 她不會 她不會很直接的告訴你 但是她就是會 可能私底下就是會有點 內心 就是她會糾結在內心 可是依然就不是 依然就是 我自己就是要告訴你 我就是不開心 我今天早上來到那個 Winter的梗圖都說 我想要別人約我 但我也不想出去 但他們如果不約我 我會很難過 我什麼啦 內心糾結 那不是你是Winter 你這樣很正 我就覺得很棒 你有產給我 然後我回你說 對我想被你問 但我想拒絕你 哈哈哈哈 錢 這麼多 太甭了 早點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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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早安 早安